王浩大哥怎麼觀察 拜登直接公開談話 講到跟中國的長期競爭的準備 那但是同時 北京方面對於拜登的團隊 也是非常強硬 對 我覺得拜登這次G7和他在這個 莫尼克安全會議上的講話 那資本上沒有突破過去這一年多 他從競選到上任以後 他的整個團隊的整個思路體系 就是他一方面 重申跟中國的長期戰略競爭的關係 但是他並沒有很明確的點出 跟中國的這種長期戰略競爭是敵我矛盾 這個戰略競爭關係的性質到底是什麼 他並沒有明確的點出 這是第一 第二 他非常強調就是所謂美國回來了 重新要有跨大西洋的聯盟 這個美國跟他的長期的戰略夥伴的 一個聯盟關係 來共同抵抗中國的威脅 但是他沒有回答 如果歐洲國家特別是不願意選邊站 他怎麼辦 那川普回答得很清楚 你如果歐洲國家不願意選邊站 我不理你 我自己直接往前衝 但是拜登雖然說一再強調跟歐洲的聯盟 但是實際上自從他上台以後 歐洲國家在這個問題上 抗中聯盟問題上的態度是很不明確 很搖擺不定的 那如果歐洲國家不願意選邊站 你怎麼辦 拜登並沒有清楚的回答 那當然第三個就是所謂的這個拐點說 本質上就是一個中國發展模式 跟傳統的美國的自由民主的發展模式的 一個競爭關係 人類面臨的這樣一個不同的發展模式的 一個選擇問題 那在這個選擇問題上 我覺得拜登並沒有很清楚的講 為什麼他堅信自由民主的制度最後會成功 會比中國的專制制度最後更有效 對人類的發展是更有意義的 所以我們必須堅持這樣的一個價值觀 那不管怎麼樣 就是說拜登邁出了第一步 他講的這些內容跟過去一段時間 他在美國競選過程中和上任以後對美國國內講的 這些話他只不過在國際場合上再重複了 但是我並不認為他有新的突破 並沒有對於他希望盟國到底跟他一起怎麼行動 開出一個很好的具體的方案來 這個是在我看來是有點這個讓人失望的地方 從G7的這個事後會後的聲明來說 他們第一 並沒有敢點中國的名 連中國的名都不敢點 那第二 只是說在這個非市場導向政策上的互相諮商 這個只是針對經濟問題 並沒有針對經濟以外的政治軍事 外交科技其他各個方面問題跟中國的對抗 只是說在非市場導向政策 所以經濟政策方面要互相諮商 來這個全球合作來應對中國的挑戰 那我覺得他們G7在這個 到底他們合作對抗中國的領域方面 實際上是達成的協議是非常狭隘的 這個也是一個讓人失望的地方 但不管怎麼樣 畢竟拜登政府是努力想推動一個G7也好 歐美同盟也好 對抗中國的這樣一個同盟方案 效果怎麼樣 目前為止還看不出來 好 我們稍後回來 師傅 いる